为了关怀弱势并推广庇护工厂的商品 高雄市劳工局开出爱心巴士 在了十多位企业主以及社团代表 一同参观多家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 关怀身心障碍朋友 并以实际行动大量采购庇护商品 作为中秋节最温馨的爱心和礼 十多位企业主和社团代表搭乘爱心巴士 要到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 关心他们的工作情形 同时也采购庇护商品 作为中秋贺礼 以实际行动支持肾障人士 带着满满的爱心 来到这家以制作口罩 客制化服饰为主的庇护工厂 细致的车工 不同类型的客制化服饰 吸引了参观人员的深入了解 我觉得他们做的东西 跟市面上来讲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基于爱心 我们一样的价值 我们愿意在这边层次 身心障碍者靠自己力量谋生 自力让社团代表很感动 这些喜憨儿 我们本来就是社会上比较肉势 需要大家的关怀 还有帮忙 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方面做爱心 那一方面可以帮助这些身上朋友 他们自力自强 今天我最主要是先做那个research 然后去看那个每家庇护工厂有什么东西 是值得我们去采购 让社会大众了解 有一些身心障碍者是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 而这些不一样的东西是有专业度的 而不是因为你的同情来购买他的这些东西 而是他的因为他的努力做出来的成品 让人家欣赏 我们觉得很感动的是 当他们有了机会 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 然后自力更生 那我觉得整个社会团体 如果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发动这个活动 来帮助他们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高雄市总共有11家庇护工厂 提供129位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机会 透过爱心巴士的开动 高雄市政府希望把爱心传送到每一个角落 新唐人亚特电视里 任容许美会 台湾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